那要整天,因為我這邊沒有打註解 其他註解可能要自己再加一下 如果你還沒有達到那個高手Label的話 你自己要記 否則的話將來你自己寫什麼你就忘記了 另外的話還有那個縮排 像我剛剛那個縮排技巧 看起來已經沒什麼,但是都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因為確保你程式不會寫錯 所以像我都非常的遵守這樣的規則 所以我寫程式就這樣 反正我先寫裡面的,然後慢慢再寫外面的 把裡面寫好放在外面 這個佛I這個就是後面再寫 意思是說我先解決一個小問題 再解決第二個問題 也許再解決第三個問題 慢慢慢慢的這個問題才有辦法全部徹底解決 你不要野心很大,一下要把程式全部寫 不可能的,不是不可能 即便寫出來也很容易出錯 這是我的心得 更何況你們還沒有到那個火候 所以我是漸進的跟各位講 這個也是我覺得 對大家會比較有幫助的寫作方法 確保是你真的不會寫錯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都是很重要的那個關鍵點 所以為什麼有的人程式寫不好 就是 就糊塵吞藻嘛 反正就 然後LIN KIN 然後GOOGLE亂GOOGLE 然後GOOGLE到就貼過來 貼過來亂改 改一改 改什麼都不知道 最後能跑 好像運氣 不能跑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卡住了 OK 因為很多出生他也不是徹了解 他只是一知半解 我們是真的要能夠徹了解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就改英文 所以其實把這一段程式複製貼過來 我習慣拖拉加Ctrl鍵 然後這邊的話改一下 也許這邊的話就是改兩個字 名稱不要一樣 我把它改成英文 英文的話 各書如何改 其實這個邏輯就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我們先判斷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改 你就先判斷那個什麼 判斷那個大寫的部分就好 大寫的話 其實邏輯上應該就是64 小於64 64 這邊64 往下 到哪個呢 到91以上 有沒有OK 當然有的人是寫成什麼 小於等於65 然後大於等於90 一樣嘛 只是說你看怎麼寫 你寫不要說一下寫這樣 你先寫統一就好了 所以我們乾脆就寫的嘛 外面的就好了 外面進來 外面過去 如果他一定會交會的地方 有沒有 交會的地方一定要end 如果不交會的就是外面的 就用什麼? 用偶的 這個就交集 這個就連集 就這樣而已哦 沒有別的 不要把邏輯想的太複雜 真的邏輯沒有這麼複雜 會有複雜的都是人的問題 OK 所以電腦反而單純 程式其實很單純 會複雜的都是人把它變複雜 OK 反正 不要想太 就這樣哦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問題來了 如果我寫 所以有64到91 所以我可以什麼? 把這邊改一下 64 有沒有 到91 OK 好 然後 範圍這英文嗎?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C 這樣的話呢 就大寫部分 所以基本上 這樣跑執行 會不會OK呢? 應該看一下 五個 兩個 五個 四個 零個 有錯的這個 CHA 為什麼? 因為它小寫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其實要怎麼樣? 把這個MID的外面 再包一個U CAS就好了 因為它過來的話 假設是C 小寫C 那我要讓它變大寫 不過 我的習慣就是把它包在外面 不過我是怕 同學最容易出錯就是在這裡 怎麼包呢? 有沒有看到 一般就大 刮鬍裡面 所以記得 那個刮鬍位置 我覺得同學最容易出錯的 就是那個刮鬍位置 在這個MID 所以你要先找到MID的範圍 在這個MID的範圍 就是這個外面 再加一個U CAS就好了 U CAS的意思 把它轉換成一律變大寫 它大寫它也是大寫 大概小寫就變大寫 OK 所以記得 在這個外面包一個什麼? U CAS 或者你打什麼? vpa.u 好了 不過這邊有個MID 一般習慣就把它分開來 這中間只要電 U CAS 再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空白拿掉 前刮鬍 然後再到哪裡? 到這個 這個 的中間 加一個後刮 其實說真的 後面的後刮鬍 反正加哪裡都可以 比較精確 應該是兩個小刮鬍的中間 是比較正確的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跟它一樣 就把這個U CAS 再把它複製一份 放到MID前面 然後再把這個 補一個後刮鬍 因為一對的 有錢刮鬍一定有後刮鬍 這樣OK了 我們來看一下 英文個數 有沒有OK 所以這邊的話 只要改到 64到91 然後U CAS 補一下 然後輸出到C 試試看 這樣有沒有OK 知青 這邊也OK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最後的話 中文 其實這個寫出來的話 中文也寫出來 中文怎麼寫 也是拿數字這個來改 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邊改成中文 中文的範圍就是哪裡呢?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在0以外 OK 0 等於是小於0 大於127 根本有沒有發現方向 有沒有重疊 沒有重疊 沒有重疊 所以這個時候記得 那個邏輯有沒有 記得要用什麼 偶爾 OK 沒有交集 有交集 有交集才用and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用and的話 它永遠不會為true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兩個不可能同時 它又小於0 然後又大於127 and怎麼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偶爾 破 其中一個發生 就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怎麼改呢? 中文的部分的話 直接拿數字改 邏輯的話 這個地方是小於0 然後把這個邏輯改成偶爾 然後這邊的話呢 改成什麼? 127 然後輸出的話呢 輸出到d來 好 這樣子的話 恭喜你 對對對 方向錯了 這應該是什麼? 小於0 小於0 這個是小於 小於0 小於0 大於127 對 OK 所以方向不要錯就對了 這樣反應 那是小於才叫 後面127 127 後面 這要改 我剛剛沒看 大於127 OK 這樣不要出錯就好 對,同學蠻細心的 因為 其實我說真的 難免 也會有時候會出錯在這 看得懂意思吧 如果 看懂的話 成就寫出來了 是 請問那個 end跟or 可以同時 放在一起嗎? 理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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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 後面還再加end 不過不建議你這樣寫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同時又 or又end 其實最後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一般是 如果裡面還有邏輯判斷的話 就是 這個裡面 再加一個if 就是if過濾完之後 再一個if 第一層過濾完 再第二層過濾 比如說你進來的時候 先確定你是不是學校學生 第二個 這個 true 好 那進來 第二個 再量體溫 是否沒有發燒 沒有發燒 這才能進來 如果會false 很抱歉 請你回去吧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其實這個 這個if有點像是一個一個的關卡 一層一層的 你也可以把兩個都寫在一起 他要是學校學生and 那個沒有發燒 就可以寫一串 對不對 而且什麼又可以寫 但問題 有時候很容易寫錯啦 所以我的習慣是 不然你就分兩次邏輯 三次邏輯繼續寫進去 ok 那這樣ok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玩玩看 中文部分 如果 我們才會去 realizing 空今 走 著 後 走